颱風接連來襲 華蓮秀林鄉公所強制撤離河中部落居民 目前都被安置在和平國小教室 雖然17號上午雨室已經趨緩 但風勢依然強勁 河中部落因為2012年 俗拉颱風發生嚴重土石流 部落重創 颱風又來襲 鄉長不敢大意 和平 河中 針對河中跟河人 是完全盡空 安全撤離 當然這個我們昨天晚上一再要求 一定要全力的來做撤離的工作 鄉公所從16號晚間開始 強制撤離河中河人部落的居民 食物也都補足 後續會做管制 避免又被少數人一次拿光 居民對撤離大多願意配合 但有些人則是抱怨食物不夠 還有中風的老人家也很難安置 撤村的話你是不是 你東西你要準備提前 就算是泡麵也好 為什麼我們來的時候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這樣不行啊 誰願意撤村我們寧願自己在家裡 就算怎麼樣就實在自己家裡嘛 另外原本在17號凌晨2點 封閉的蘇花公路 蘇澳到崇德路段 上午7點暫時解除預警性封路 北返的民眾也陸續涌入蘇花公路 那現在是趕著在這個怕會 就是怕那個風雨 是提早回去嗎 對 提早回去喔 又打亂到行程這樣子 對啊 那今天花蓮感覺沒風沒雨的話 對啊 可是聽說就是轉那個北部啊 我們要回桃園 公路總局表示 如果風雨真大 蘇花公路不排除隨時封閉 鐵路方面目前上行北上的列車 白天全面停市 晚間6點以後回復通車 記者華蓮秀林綜合報導